你好 我就是艾莉 喜欢读书的朋友 朋友们今天艾莉把长久以来收集到的 丽露妖精之门贴纸都拿来了 上次朋友们还记得吧 艾莉给大家带来了贴纸收藏系列二对吧 那么今天呢 艾莉就为大家拆开系列一来看一下 看吧 哦很漂亮吧 贴纸收藏系列二呢 包装是薄荷色的 这个系列一呢 嗯是粉色的 很漂亮吧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哦三菱精灵贴纸收藏系列一 哦贴纸收藏系列一是一共有32种贴纸 那么接下来艾莉就要打开看看啦 太好了 哇 朋友们看到 艾莉现在是贴纸富翁富翁 哒哒哒 哒哒哒 哇真的好多呀 那要什么时候能拆完呢 什么时候拆完都要从现在开始啊 开始了开始 好第一个 哦 朋友们看呐 跟以前看到的一样 装饰贴纸有两张 利路妖精之门学校校长 人鱼精灵珊瑚 珊瑚呢 一有压力就想不停地吃东西 哦 烧乎原来你也是啊 跟我一样 哼哼 好的 看完烧乎之后呢 接下来是 啦 利浦利浦 啊不是 利路利路 利路妖精之门 哇 出来了 我们仙灵精灵中的利浦 朋友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吧 心底善良 胆小爱哭 可是又很有毅力哦 哦 艾莉也是这样的 好 先放到一边 向日葵精灵 小葵呢 是很喜欢太阳 很喜欢跳舞 人气很高 好 哇 好开心 利浦和小葵都出来了 好 接下来第二个 一样的装饰贴纸 朋友们看这个 金光闪闪版的利浦出现了 天呐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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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 开心 怎么能这么开心呢 好 我们继续 哇 看呢 蘑菇精灵 红点点 蘑菇三姐妹中的第二位 不太说话 好 现在 啊 这两个 朋友呢 我们都见过了 咚咚 仙人掌精灵和西红柿精灵 然后呢 继续 呦哟 有意思 有意思 好 还是一样的 装饰贴纸两张 哦 金光闪闪的小锦出现了 小锦呢 噔噔 这个是独角仙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非常喜欢游戏 经常和敲群虫一起玩游戏 开玩笑 朋友们 蘑菇三姐妹中的第一位 非常诚实 帅直的狼姑 最后 好朋友们 小日可又出来了 继续 呦吼 哇 好可爱 哦 波瓦和波瓦丽莎 噔噔噔 绿绿妖精之门中 跟丽谱和洛兹 跑来跑去的小狗 啊 是丽谱和洛兹 样的呀 好可爱 好 绿绿妖精之门中的 花朵 精灵 阿记 他跟珊瑚关系很好 一起唱歌 跳舞的朋友 花容月貌 再见 花容月貌 哦 还有 这个是已经见过的朋友 珊瑚 还有胡萝卜精灵凯露西 话说凯露西觉得 一是幸运数字 不管怎么样 一当然是最重要的 爱丽的幸运数字 当然是幸运期了 好的继续 哈哈 好 接下来 噔噔噔 啊 这个 装饰贴纸有些 不一样啊 给大家看一下 噔噔 还有 哈哈 天呐 洛兹出现了 洛兹 大家都熟悉吧 像玫瑰花一样 有些高傲 却又大大咧咧的朋友 还有 银儿丽谱 银儿丽谱呢 爱哭 胆小 下面是 花朵精灵系列 利路妖精之门中 八天长成的精灵 什么都不想做 还有 美人鱼精灵 珍珠呢 是觉得自己很漂亮 想成为模特 哦 你完全可以成为模特 真的很漂亮 好 接下来 这次的是 朋友们 这个刚刚出现过的 艾莉就省略一下 好 利普 出来过了 第二个是 利路妖精之门中的智者 他出现了 登登 整个利路妖精之门首领式的人物 王 是大王 是利路妖精之门的领袖哦 然后这个呢 是辣椒精灵 辣椒精灵呢 说是一个帅气活泼的男性精灵 人气还特别特别的高呢 接下来 这个也是 花朵精灵系列 他的名字叫樱花 据说樱花的声音特别的好听 和利普一样是想成为明星的 接下来是 橄榄精灵 哇 你也长得太帅了 非常善良 非常绅士 特别讨厌发泡 胜负欲很强 好的 好 好 继续 现在 现在为止 还有 朋友们 还有这么多 这么多呢 还有这么多呢 哦 朋友们 艾莉现在突然 有想做的事了 好的 贴纸门呢 快快出来吧 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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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精之门 变 利路利路利路 妖精之门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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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个要到什么时候能拆完呢 朋友们 这些都是 拆完的贴纸了 很多吧 好的 这些拆完的先放这儿 哦 要怎么分类呢 嗯 艾莉先把金光闪闪的分出来 现在 再把这些金光闪闪的贴纸按种类分开 朋友们出现了新的朋友 他们是粉独角兽亮晶晶 蓝独角兽乐牙咬 属于独角兽系列精灵 都是守护利路妖精之门的独角兽精灵 好的 先把独角兽精灵放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在收藏贴纸系列当中 艾莉拆开的这些呢 是一共出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种金光闪闪的 那现在呢 继续开始吗 哇 敲青虫 这个是刚才没有出现过的昆虫精灵 非常喜欢游戏 和独角兽一起开发游戏 爱开玩笑 独角兽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吧 它们都是昆虫类妖精 接下来 哦 胸龙 胸龙是蘑菇三姐妹中的老小 她经常哭 很黏人 好可爱 哦 这是谁 是松果老师和阿松老师 哇 在精灵学院里负责教授魔法的老师 是松果老师 好 接下来 哇 老师好 见到你很高兴 金鱼老师 哇 叨叨 恋爱学科老师 说是鱼缸的状态移动 哦 恋爱学科老师 那爱里有个问题 好的 我知道了 好 那是我以后再问 好 放了一个又一个的终于出来了新朋友 秘鲁妖精之门中的韩羞草精灵 他打招呼的方式很特别 丁丁有礼 你好 韩羞草精灵 你好 好 我们也见到了韩羞草 蜜蜂 娇小可爱的 帮助大家的特别善良的朋友 昆虫精灵类 我们放这儿 婴儿离谱 哦 蔬菜 蔬菜精灵 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出来过 哇 朋友们 今天爱丽为大家打开的 利鲁妖精之门贴纸收藏系列一周 就出现了这些 接下来 爱丽就要把它们放到 影集里面了 影集影集 快快出现吧 利鲁利鲁利鲁妖精之门 变 出来了 这个大家还记得吧 爱丽收集的系列二当中 用它把贴纸都收集过 还整理好的 记得吗 好的 接下来继续 哥哥整理好 朋友们 我们在系列二当中看到的小鲤和系列一当中出现的小鲤呢 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是吧 还有这个小葵呢 是系列二 这个是系列一 是不是也不一样 还有离谱呢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爱丽看来呢 一呢 大部分只是单纯的站着 不动 二的话就会更有动作感的样子 对吧 好的 好的 放好最后一个 现在都整理好了 哒哒哒 爱丽给大家展示一下 哑哑 哇 太赞了 太赞了 呀哼 好 朋友们 鼓掌鼓掌 哇 朋友们 爱丽把贴纸整理完后呢 发现还剩了一些 知道爱丽还喜欢什么吗 就是把贴纸贴在脸上 现在呢 选一个贴一下 哒哒 朋友们 猜猜看爱丽会贴了谁呢 哒 哈哈哈哈 金鱼老师 老师 我现在 有个问题 问题是 朋友们你们不要听哦 这是爱丽的秘密 要吓我啊 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了 利路妖精之门贴纸收藏系列一 朋友们觉得怎么样 有意思吗 那么爱丽 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 跟朋友们见面 朋友们 再见 利路利路 利路利路 妖精之门 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